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现实里,我们经常能碰到那种人,看上去不怎么样,但是几年没见,突然富了,做起了生意,赚到了钱,或者在职场上飞黄腾达了。 其实说起来,这些人起点跟我们差不多,但是突然富起来,多半还是走了好运。 现实里,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出现三种迹象,那就是交好运,一定要把握住。 01遇到了贵人,现实里,成年人走好运的标志之一,就是遇见了贵人。 比如我们遇见了同行,或者某个业内的前辈之类的,他们给了我们点拨,给了经验,甚至给了机会。 然后我们照做了,取得了好的结果。 那么毫无疑问,此法大概率可行。 这些人,就是我们的贵人,我们应该好好把握。 举个例子,我的一个闺蜜,之前做副业的时候,费了很大力气,但是一直没有进展。 很偶然的机会,遇到了几个同行前辈,给了点拨。 结果闺蜜一事,立刻上到了,赚到了钱。 现实里,一个人靠自己努力,固然很重要。 但是外界的帮助,更加重要。 所以,千万不要错过相应的经验、机会,等等。 零二静的下心,现代社会,人们普遍是比较浮躁的。 毕竟,生活节奏太快,不浮躁也是不可能的。 然而,一个人想要赚到钱,过上好生活,有些必,要的积累,一定要做。 只有一颗浮躁之心,那是肯定不行的。 所以说,当一个人,遇到了一些挫折,变成了沉稳的性格时,反而是个好事。 举个例子,我认识的一个朋友,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换了很多公司,甚至行业跨度都很大。 这是因为,他在不断试错,想找一个好的行业跟公司。 后来经历过了,他慢慢不浮躁了,开始静下心来,在当下的公司好好做。 然后,他的成绩,也出得很快。 他自己也坦言,现在知道踏实了。 有些硬功夫,是必须要踏实积累的,是无法回避的。 现实里,人想要混得好,说白了,就是要在竞争里,击败对手。 而毛躁上场,做出来的东西,自然不比别人好。 也就不可能有超强竞争力。 现实里,当一个人的心态,被磨练得很踏实之后,他就能稳扎稳打。 这时候,他的事业运,往往也会变好了。 03不断提升认知,有句话说得好,人是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金钱的。 这话没错。 生活在大山里的放羊官,可能认为,一辈子只能靠放羊谋生。 因为他的认知如此,家里没有生意人的人,可能认为,人这一辈子,只能靠读书打工,找一份好的工作。 总而言之,人的认知如果不能提升,那自己的运势,也就一直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。 举个例子。 我认识的一个闺蜜,本身是个小城市人。 家里条件也很一般。 后来他去了北京工作,后来又去了一流外企。 然后他出国留学,这一路,他的人生认知都在扩展。 所以对应的,他现在的收入,也比刚开始翻了很多倍。 坦白说,一个人,如果能一直花时间金钱,拓展自己的认知,增多自己的实践。 那么,他积累到的知识和经验,都会提升。 这自然就是一个转运的过程。 毫无疑问。 现实里,很多人都喜欢炫耀,夸奖自己。 这是为了取得对别人的竞争优势,也是为了获得优越感。 然而,人过五十,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最重要。 太过高调的话,反而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古语有云,木秀于林,封闭催之。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说,人过五十,务必要低调些。 小心使得万年传。 灵妖不要过度炫耀自己的本事。 很多人,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本事。 炫耀自己跟家里人,都有什么样的能耐? 这固然会赢得很多人的羡慕。 但是也会带来妒忌。 不信的话,可以换位思考一下。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,可进炫耀,你会不会想踹他一脚? 这种心理很容易理解吧。 所以说,别太炫耀自己的本事。 否则别人可能会在背后传闲话,还可能给你挖坑。 低调一些,对自己更好。 举个例子。 我上大学时,不懂得低调。 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一些才能、才艺。 最后惹了不少人的嫉妒,在背后传我闲话。 后来我长大成熟了,才明白其中的官窍。 从此,保持低调,就成为了我的座右鸣。 现实里,不要把风头都给自己出了。 而要给别人留一些机会。 让别人也炫耀炫耀。 否则很容易招惹别人的厌恶,跟嫉妒。 零二,不要炫耀自己的财产。 现实里,财富绝对是一张好牌。 人们看到财富很多的人,都会高看一眼。 这是人性。 然而,人过五十,还是守好自己的财富,不要高调。 否则,不仅会吸引到骗吃骗喝的人,还会吸引到骗钱的小人。 最后,自己嘴上一时爽,现实却麻烦无穷。 举个例子,我家一个亲戚,就是如此。 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。 结果呢,不仅身边吸引了很多混吃混喝的人, 还有无数亲戚,跑去借钱,赖着他。 如果他拒绝,那就惹来一大堆闲话。 真是没意思啊。 人过五十,要学会内敛一点了。 不要过度追求社交的成败。 守好财富,过好自己的日子,压抑住自己炫耀的心。 反而是最安全的做法。 零三,不要炫耀自己的人脉关系。 现实里,有人脉关系好办事,这不假。 但是不要到处炫耀。 因为你炫耀了,别人会说,你这个人,办事都是靠关系,本人一点水平都没有。 反而是对你的贬低。 还有的人,会强行借用你的人际关系。 让你苦不堪言。 举个例子,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。 对方知道了我的职业后,强行要求我介绍同行给他。 要能满足他若干要求的同行。 可笑死了,我都跟他不熟悉,他就要利用我的人脉。 还不提回报。 现实里,对自己的人脉关系,是应该低调一些的。 只有你遇到值得付出的人,你再去介绍,牵线搭桥,都可以。 而不要随时显露出来,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 否则到时候,不仅要滥用自己的人际关系,还会得罪老朋友。